镜头下,足坛泰斗分雪临追道会,五到十九事件一生之痛,高峰礼仪悼念图,这些年泰国、越南等球队的进步不容忽视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抓技术,理顺体质,老爷子说他十年前已经知道他们会对中国足球构成重大威胁,因为人家的路子是对的,不管走快走慢,走下去总能到达目的地,我们烂在了根子里,上面的树枝树叶不可能。 这是中国足球名宿曾雪林接受采访时说的话,图,曾雪林,足球教练员,1929年12月2日出生于泰国,七岁回到老家广东梅县,1949年夏季高中毕业,1949年11月初参加革命,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,进入广州的第二夜战军四分校学习,1951年加入西南军区提供大队足球队,代表云南军区, 军区足球队参赛,1954年调入81队,当年9月代表团中国青年足球队,到匈牙利学习,训练,1955年10月回国加入国家二队白队,图,在1957年4月转入天津足球队,任天津足球队队长,1959年2月到1972年, 担任天津足球队主教练,在天津足球队期间,率领天津足球队获得过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,足协飞赛冠军,全运会足球比赛冠军,培养出了二三十名运动健将,1972年调入北京工作,在北京青年足球队担任主教练, 1973年到1982年,调入北京足球一队担任主教,练,图,在率领北京足球队期间,获得过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,全运会亚军,为北京足球队,培养了近二十名运动健将,1983年初到1985年,担任中国国家队足球主教练,率国家队获得过第八届亚洲卑赛亚军,1985年5月19日, 曾雪林率领的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东亚区小组赛,最后一场主场一比二赋于香港队,未能实现世界杯出现的任务,引就辞职,就此不再从事足球工作,图,直到1998年,曾雪林以69岁高龄重新出山,接替肖赌银出任98甲A升巴马深圳平安队主教练,之后由于年龄和手续问题改任领队, 扑索韩国民帅车犯根,使深圳最保级成功,曾雪林每年都去泰国,大儿子家过冬,2014年5月初检查出患上尿毒症,由于年纪太大,患肾的可能性不大了,只能采取保守治疗, 2014年国庆期间病情有好转,图,患病期间,曾雪林依然关心中国足球,从国足有一赛到国少T亚少赛,到国奥打亚运会都没有错过,她说,中国足球的根烂了,想活好的志根,在她的足球生涯里最难过的莫过于59事件, 1985年5月19日,曾雪林率领的中国队,征战第13届世界杯外围赛,在北京迎战中国香港队,在打平酒可以出现的形势下,最终全场28次射门的中国队一一比二, 不敌止射门六四的中国香港队,图,球迷们,为此痛哭流涕,他们为度双方球员,杂战公共设施,要求与足血领导对话,酿成了轰动一时的59事件,尽管曾雪林最终引就辞职,但球迷们却并没有放过她,他们给曾雪林寄去刀片,绳子,曾雪林一度连出去洗澡,都要带着球员当保镖,家里的窗户, 不知道被球迷们用石头砸碎了多少次,在这样的情况下,老伴不得不叫当时的领队张俊秀多看着她点,生怕她承受不住压力,想不开,图,但后来随着时间过去,球迷也开始理解她,影响也就慢慢淡了,影响变淡,也让曾雪林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失败的原因, 她认为,中国足球不是一场球的失误,不从体质上改,不输中国香港队也还会输亚洲其他的,二三流球队,曾雪林曾想身体力行的尝试一下,为此,她从唐侄子曾献子那里得到支持,成立了一支金利来足球队,图,由她自己认主教练,由曾献子做后盾,显得问题根本不用发愁, 但真操作起来,才知道她的想法太超前了,她根本要不来队员,如果以高薪聘请,其他球队的教练会对她老曾有意见,她终于知道多年形成的僵硬体质,绝非她老曾能带头拱破的,即历来足球队也就中途夭折了, 2016年2月11日,前国族主帅曾雪林因病逝世,想年86岁,图,追悼会上曾雪林的弟子,前国小石明华,以及曾经校立身族的李毅,李建华,当人也现身追悼会现场,最后向曾老表达了自己的哀思,由于事发突然,曾老甚至没给家人留下任何的遗言,作为身族的常年顾问,曾雪林与历任身族主帅, 都有过愉快的共事经历,这其中就包括前韩国队主教练车范根,车范根特别邪不忍从韩国飞抵深圳,并于上午冒雨出席了曾雪林的遗体告别仪式,图,由于无法一一赶抵深圳送别曾雪林,包括1985到1986年中国足球队全体队员,北京体育局,天津泰达俱乐部,香港足球总会以及高峰, 陈岳雷等个人和机构,也通过敬善花圈的方式,表达了各自的哀思,此外,数百名球迷今天上午一字发前往深圳殡遗馆送别层老爷子,祝福曾老一路走好,遗体告别仪式上,曾雪林的大儿子曾丹哥,一度失声痛哭。